這次的影片會介紹Google的AI廚房 這個AI廚房會有Google最新的AI技術 我們下一點就會看到Music LM 這個Music LM就是今次最主要介紹的工具 其實它很簡單,就是用文字去生成一些音樂 如果我們想玩,我們可以在這裡按try now 然後在這裡按get start 你會看到暫時這個工具只會邀請一部分人去試玩 所以如果大家想試玩,我們就要在這裡register 按一下之後,我們就可以輸入一些資料去參加這個release 所以就算大家輸入了之後,也可能需要耐心等待 如果你收到Google的電郵告訴你可以進入這個beta 你就會看到這個界面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輸入一些文字 譬如你想要一些什麼的音樂 我想要鋼琴,但我又想要去release 那我就可以輸入一些文字 然後就按這個墊序 那你就會看到Google會幫你生成兩段的音樂 我們也可以試聽 我們也可以試聽 那你聽完之後,如果覺得喜歡的話 就可以按這裡的3點 然後就按download 那它就會幫我們下載了一個MP3的format 如果有一個音樂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獎 譬如這個這樣 那這個獎只不過是給一個feedbackGoogle 讓它知道哪一個音樂人比較喜歡 所以這個獎你覺得需不需要給 其實你自己可以決定 那除了我們可以輸入文字之外 下面你也會看到Google也會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我們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沒有文字去輸入 那譬如我可以選這個 然後我就可以按墊序 那這首歌看上去就好像有些恐怖 那除了Google的建議之外 我們其實可以試試一些不同的樂器 因為它是AI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揮我們無限的想像力 去把一些不同的組合放在一起 去看看AI會幫我們生成什麼的音樂 譬如像這個這樣 你會看到我會把小提琴、Disney style 又solve又relax放在一起 那我們就可以聽一下結果 我先給一個小提琴 我先給我看 我先給我聽它的時間 好久了 讓我先不要到 Mull 然后我会试试Saxphone Melody,Disney Style,再加上Wading和Love 我们也可以试试它会帮我们删成什么的音乐 我会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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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着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冥想双方的歌 但它在怪兽旁边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它的效果 如果你想再加多些描述都可以 比如像我这样 我加上森林去看看它的效果 但是它在买到我的天 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们来说 我们能够带我来说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在买到的地方 我来说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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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输入一些文字,AI会帮我们自动生成音乐 所以你会看到是非常简单易用的 无论作为灵感创作又或者是背景音乐 我觉得这个网站也挺不错的,而且还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 今次的讲解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你的讯号,你就会收到我第一时间的教学